在西宁的倒数第二个晚上 我被再见的歌声和鞭炮声吵醒了好几次 这里不是电影院 但我觉得这个时刻好电影也好年轻 这是我第一次去西宁 契机是第十八届first青年电影展 除了满满的好奇和期待 我还带上了一张Nice Try都市漫步bingo卡 猜猜我最后完成了多少 我的身后站是2到6 没开着 换一下吧 我们查一下 这个好吃吗 这附近这站也好吃 你跑那么远干啥 哇这个热闹 那以后马上切菜上面还有一个 你看一下 你们先看一下 哪个好吃了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他人多好就好这个基本上 是 特别热闹 而且因为现在下雨了 他露天的位置都不能做了 确实没有位置 我们随机换了一家附近的 我们评论里有点推荐 搬你说说这有点口穿 也行也行 总归好吃的对吧 先吃上了白鸡羊肉 但是那个店实在是太震撼了 现在不下雨了 我们准备再去看一下 一种烂路早点啊 好甜 显得 你这儿挺甜腿的 你这儿挺甜腿的 甜腿 来赶紧 品鉴 也不错但确实没有那家好吃 这是卖人粥啊 它叫卖粥 好吃吗 应该还有牛肉 哇 你看这勺子很好 对对 哇 这个东西犯规啊 嗯 它这个软硬叫 你那个特点好 就是那个叫什么甜茶 甜茶 这个里边的青蚵是软的 青蚵酒酿 青蚵酒酿 不行了 不用了 10点半了快 我们还在吃这些东西 这个就在上面那里 10点半 我还一碗前茶 来我11 哇 这个太极的音乐太棒了 亲爱的朋友们 龙 龙 龙 这一天的主要安排是看Vivo跟FIRST合作的超短片单元 有一位工作人员的职责是留出一排空位 他对每个经过的人都说不可以 在电影节上观众和创作者的距离特别近 可以说是一种见到活的了 希望大家来到新宁FIRST的影展都能够有所收获 没错 我的名字叫做徐康树 如今空中的流星翻闪烁 哇 干了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短片 这个是拍摄的大规短片 拍摄的大规短片 拍摄的只能够在自己的想法 另一方面 也就是拍摄的最大的力量 看到的就是在一些约组的现象 它会触及一瞬间的世界一瞬间 我到底讲的照片 我只要手放上它一直根据我的心率在动作 未来感 哎 怎么又关门了 是关门的吧 家中有吃休息啊 这么多人 本来以为是车这里对吧 半斤羊肉羊脖子跟你拼一起啊 这个地方也太热闹了 现在是星期四的晚上十点 真的很热闹 我觉得这儿还是这儿 我们往这儿走 你这边吃 就像鲜胡椒一样 捅一捅 稳当 石头写刀布直接 看起来也太好吃了 现在我们已经饱了 但是这个街皮想要尝好多 抓面又是什么 第三天我们一起去寻找抓面 我注意到身边出现了可爱的挂饰 是的 它是跟那个包马特合作的 然后杀童链的版本 可爱 可爱雕士 还有一次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成功的超近路 就是这个地方 要不要再摧换 就是这个地方 也就是这种地方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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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 装一壶茶 男人可以三碗 我來個 這個辣油好像不定 這個香蕉麵 我有吃了碗嗎 哇 我的衣服危險了 其實也不光是抓麵 我發現在西寧吃大部分東西的時候 想要保持衣服乾淨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不過嘛 這個菜我跟你講我現在拿這個 一邊磨我都可以 我一開始吃我有點甩甩 然後衣服上就咬在甩甩 我還是輸了 啊 好噢 我不 對啊 裂中中 啊 啊 怎麼變乾淨了 早上出去的時候還沒有那麼乾淨 回到酒店發現 剛買的紙皮核桃基本都很難捏爆 按不開啊 你用力呢 這才反應過來 這好播嗎 好播嗎 好播就行了是吧 好 好 賣核桃給我們的爺爺應該是個大歷史 其實我們的作品跟片中電影裡面劇團的表演是一樣的 看了一部叫做《佛走過田梗》的電影 互動的時候有觀眾說 導演衣服上的佛字被外套擋住了 電影院附近有一隻巨大的招財貓 還發現了一個眾所周知的秘密 去青海湖的時候 我在高速上憋了一路 好不容易才忍到出口 卡識別不出來是吧 那咱們 因為他們這邊高速的服務區是封著的 入口是封閉的 不讓進就沒有開啟 所以路上也沒有辦法去衛生間 我想再忍一下到那個景區對吧 但是他就高速站上的廁所就可以用了 請延藏前道路繼續行駛14公里 3200同日 那天不熱也不冷 只是遠處有一朵巨大的烏雲 哦 開著開著才發現 那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這個有點可憐的 請延藏前道路 這位置就是這個 哇 哇 運氣開始發生了就好 我果然還是被這個雨抓到 走了 為了保護生態 青海湖全城都建了圍欄 遊客可以在三個景區的範圍內 走到湖邊 我們不擅長去人多的地方 所以沒有再進景區 只是偶爾隨機在路上停一停 路上有很多我不知道名字的植物 偶爾會被牛擋住 偶爾會被牛擋住 擋住了 拜拜 我們遇到了貨真駕駛的石酒 還有一朵奇怪的雲 我發現西瓜其實就是經典的紅白黑組合 真好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玩得很開心的人 我們這一趟應該也還算不錯 最後一天下午 我們去了著名的夏南關街 這裡有很多特別的食物 這個是什麼 第一家點 竟然第一家點 而且是西瓜 這是用青柯直接磨成的麥索 非常好吃 直接這樣吃就可以了 你說那個涼飯 涼飯都可以 路邊有人用饅頭蘸酸奶吃 這很平凡料理 我猶豫了很久 還是覺得 不能把狗椒尿餅算作一種披薩 接下來我們去動物園看貓 這次的出租車司機喜歡大聲唱歌 車裡全是可愛的掛飾 西林野生動物園是 國內唯一一個可以看到兔孫的動物園 運氣好的話可以 可能是天氣原因 他們幾乎沒有出現 但窗前還是擠滿了觀眾 那位呢 太硬了 那天下午我看了很久雪豹 很难不想起万马彩蛋导演的一座 一只雪豹闯进莫名的羊圈 咬死了九只小牛犊这么大的街羊 来来往往的人都看着那只雪豹 每个人看到的似乎又不是同一只雪豹 你先喝吧 你直吃了它 不可能吧 不能用它搅拌 我本来还以为自己搅拌 你只有拿下汁 干了 把这碗牧羊人一饮而尽以后 我们登上了返程的飞机 临坐的可爱挂式富翁乘客 起飞以前用有线耳机打了很长的电话 吃了飞机上发的超级碳水餐 我还以为是豆沙包 没想到是红豆包 就这样回到了天天四十度的上海 我还记得了摆 你自己喜欢的天天 你是不是想参加了 你不硬